二天聖歌词 第一个 ayun 就是这阵子 就是有知道自己的那个念头不好 然后就是有发现过好 就提醒自己不要在我那邊想 就反省到那個 常常就是會 過得比較順遂的時候 就會 就會突然 這樣子也是 自己認為這樣子 其實也是 對學的法其實還是自制的 沒有 沒有真的下定的決心 然後對 出輪迴 表生是出三界 感覺不到嚴重性 那我就不知道這樣子是不可以 這樣子是不行的 但是自己不知道 自己 感覺不到那個嚴重心 在 請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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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 这个所谓的可不可以还是对不对 这种东西在这个世代都很难去做一种讨论 跟一种阐述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没有标准 那这个我们又重点在我自己 我自己没有一个标准的时候 常常就会有理 有理就说一会这样一会那样 我们多数的人本来就是这样子 因为他没有一个他很明确的标准 那一会这样一会 比如说你们刚刚讲学法 学习好像不太怎么样等等 那这时候就变成是你们对学习的定义是什么的问题 如果你的学习的定义是我们所谓修持的定义 那基本上没有这个问题 因为还答不到 还答不到当然会有这些问题啊 比如说可能日子过好了就忘掉了 就比较不会想说要你们讲精进吧 对不对 精进于学修这件事情 那这个是不是对 还是这个是不对 都不能这样讲 因为如果你们是些人 一初始的概念是一种所谓的换取 当然多数的人不会用很清楚的意思 去定义 这样的一个生命状态 可是我们生命状态常常是这样的模式 换取嘛 比如说你为什么要来 啊来然后声称叫学习 学习 里面又有修行 对不对 一层一层 总之这一整套的叫做学修 为什么要来 有可能不是因为你觉得他很好你来的 而是你可能你的人生有什么不好 所以在某种姻缘机会之下你来的 对不对 那如果是这样的一个人一个生命状态接触学修 他本来就没有所谓啊我我我现在过得比较好 所以我没有 在很精进的去 花时间 在学修的所有的课题上 他本来就没什么不对 因为他换到他要的了嘛 他已经换到他要的 远比他原来的不好现在变好了嘛 对不对 那这不是大功告成了吗 那既然大功告成了 没什么对不对啦 就对啦 对那你对了之后你的你认为这样的标准就大功告成了 你当然没有必要再要花时间再继续啊 你懂意思吗 比如说假我比喻 假设我一生 赚钱只为了买一栋房子 我的一生的赚钱就为了这件事情而已 那我买的房子 我还要赚钱吗 我当然不会继续赚钱啊 因为我大功告成啊 我一生 赚钱的目的就是买房子 所以我赚到的钱买到房子了嘛 这是完成了 那我完成我还会再继续赚钱吗 不会啊 那你能够说这个人怎么不继续赚钱 很怠惰 这个人没有继续赚钱是不对的 不能这样讲啊 因为他的价值观他认为已经达成了在干嘛 你懂意思吗 就好像很多古事大德 拿到这个人间 他的目的就是度化众生 然后度化他有缘的众生 这样 有一层人 那 他有缘的众生都度完了 那他离开了 当然是这样啊 他干嘛继续在这边 你们所谓的活 在这边活 对不对 他这边要有寿命是为了度脱他有缘的众生嘛 他有缘众生都已经度完了 他即便 他有能力继续延长他的寿命 他干嘛要延长 没意义啊 所以他就会结束他的 呼吸 然后离开这个地球 然后到别的地球去 就这一回事啊 那你能说 他没有继续活 对 还是不对 你不能这样讲啊 或者是你会说 他怎么不继续活呢 他有能力继续活 他不继续活很怠惰 也没这件事啊 因为他的任务完成啊 因为任务就是他的目的啊 所以你看看那个 好 问题 你得现在你那一端 你去定位你到底是什么 才决定 那如果你是真的是 不是为了我人生的不好 而要来学习的 而是你体会到 学习本来就是一个我的 生命价值认定的方向目标 对不对 那才有那件事情啊 可是通常有这一个定位的人 他就没有 这个问题啊 因为他本来就会一直往前行 一直往前进嘛 往那个方向嘛 所以他就没有所谓的怠惰的问题 所以你们常常发现 常常会有怠惰啦 得恩 那个这个 这个叫什么 吊 吊了苍发忘了痛啊 什么等等等等 这些 没有在那个学修道徒 一直保持恒长一直往前进的那一种人 通常不是 本来就不是要学修的 本来就不是 那可是 他依于各种因缘 机会之下 各种语言的参数聚合之下 也难免会 触及到 他生生世世以来曾经有学修的因子 什么意思嘛 那 以至于这个因子的萌发 让这一个人 他 在一世城也认为 我是想学修的 那那从这一个角度 我们就 发明一个名词好了 叫做 类 学修 类嘛 是吧 对不对 相似于要学修的人 他并不是真的要学修的人 所以 他当然就会有这种所谓的 过得比较好了 就忘掉了要 你们讲吧做功课啦 或多接触啦 多接触什么 多接触三次事 到场法盘 对不对 原念 对不对 他就会 这种事情他就会 淡化 对那他的生活的 的这一些所谓的 什么原有的习惯 跟原有的比较欲求的那些 事事物方方便便的他就会比较 花时间 在那上面 所以这很正常 所以 你要讲说怎么办 这个问题你得先拉回来你的原点 你到底是要 干嘛 他才能有怎么办 对不对 刚刚我讲 真正学修那种 他的怎么办就是在他想的 干嘛的同时完成 我就是要学修啊 那他怎么办就解决了 他自然就会把所有的时间 心思 精力 金钱 什么等等 都放在 那一条轨迹上 只差别是 快慢的问题而已 懂意思吗 可是他的方向就不会变了 他就一直往前推行 往前推行 懂意思吗 如果没有这 这一个基础点的话 就很难很难 就变成大家在聊 聊这种事情 就变成一种所谓的 思想 对不对 有一种论述啊 有一种学修 学说是这样讲的啊 哪一派别是那样讲哪一派别是这样讲啊 就变成这种 也就说像你们世间 求学问一样 知识常识的传习而已 你应该怎么样啊 对不对 比如说刚刚的问题如果用世间的法则来讲 就简单回答 那你应该要精进啊 讲完了 不是这样子吗 你应该要精进啊 就精进就好了啊 那你说有什么办法可以让我 可以达到精进 对不对 那精进是意愿嘛 对不对 你没有意愿谁有办法让你达到精进 再来就说 那就分析很多啦 什么分析很多就 你看你只要精进以后就又可以得到多少好处 就要利诱 对不对 就换取了 这是对于一个没有要真正学修的人的手段 可是这种手段到底能不能真正打扯 那是一个大问号 阶段性可以刷备刷备 所以以前人家才讲嘛 五马玉马 两马见边引而行 那个还见边引 有一种马是跟主的亲友灵犀一点痛 对不对 你看戏剧常常这样演嘛 对不对 主人在快受难的时候 突然那匹马感觉到从远方奔跑而来 救他的主人 啊主人都在这边都自身难保了怎么还会 拿鞭子 甩给马看 甚至马在哪里都不知道 对不对 那一只 那只白色的 有翅膀的飞马神区 对不对 每每主人只要 受难的时候他就从天空这样子 两个字旁边飞飞飞 飞来就救了他就这样走了 你看 对我们 我们之间五马玉还两马见边引而行 这种马都不用 对这种马 所有一切都自动自发 对不对 他该怎么都是自动自发 那 边引不行 就要把他甩下去了吧 对不对 甩下去他还不跑的 对不对 那最后呢 最后就要 用拍的啊 拍他屁股啊 啊他还跑 最后用马刺把他刺 他刺了他还不跑怎么办 他就 倒在地上给你看 我就是不跑啊 对不对 你说他如果是这样一只马鱼 没有什么办法 可以让他跑 对 前面挂着红萝卜吗 红萝卜要挂到什么时候 对不对 这当然有这样一类的生命状态啦 可是 你们 呃 对于学修的接触 我不敢说有学修 可是至少有接触 接触了那么长一段时间 你还希望你是那一种被人家前面掉一口红萝卜 而往前跑的那个马 对不对 你们难道不能 去沉淀一下这是不是你人生的 所要价值观呢 对不对 那意思就是说 扯到你人生就变成是 那 你有没有 一些机缘给自己说那你人生到底要干嘛 对不对 不一定要 你们声称的学修这件事情 有的人的人生他就是什么 他就是从小立志 对不对 完成了这一些国民教育 那个毕业之后 阶段性有个稳定工作 最后他就是不想要工作 他就是设定 有一个如意郎君娶他 然后完成了 完成他的生命 娶他之后 因为生小孩也许不生小孩 对不对 生小孩做个家 有钱的妇婆家庭主妇 这也可以请佣人 对不对 那他一天带着小孩出去玩 先生努力工作 找一些佣人 来家里打理 然后他天天在那边 去学茶花 去学画画 过用风雅一下 学茶道 然后他声称什么都会 这样子 然后生活 过得很丰富 心底很饱足 真饱足 再说 对不对 因为我的意思是说 那 你不需要一定要把 自己定位叫做要学修 对不对 你就不会有冲突 那样的富人他也可以过得很开心 一辈子很开心 对不对 他完成了 那当然他有他的命运 对 很开心 最后 年老的时候 死掉再说 因为各有因缘 也许 你说啊这样很可惜 应该要学修啊 这样你应该学修 他没有这个认知啊 那 这个问题只能问你自己 那你问自己 自己应不应该学修啊 对不对 那你应该学修你的表现就 不能不如你意啊 而不是问别人啊 别人你来告诉我 我应该怎么学修 不是嘛 是我应该学修 我叫如我意嘛 所以我就会去 发展学修的样子出来嘛 对不对 的实质出来嘛 一定是样子实质啊 里外如意啊 那你自己 就是一个很踏踏实实的生命体 那这是你的选择 懂意思吗 那如果 你要违背你自己 那这时候谁有办法叫你不要违背 没有人的 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没有任何人可以叫我们不 违背 对不对 自己的想法 要不然你从小到大认识的你挑一个给我看 对不对 另外一个人叫他违背他 自己的 对 打从内心 叫他违背他自己的想法的 他愿意的 有另外一个 找不到 所以你那个刚刚的问题就是这样 对啊 你要不要违背你自己的想法 你自己的意愿嘛 对啊 那这件事情 跟外国没关系 懂意思吗 这样可以明白吗 哎呀 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